是菜鸟医师就刚进来的时候 然后就碰到一个喊病的小朋友 前一天还看到好了 第二天就突然就走掉了 那时候感觉非常shock 中原医师的震撼教育 让北荣儿童医学部主任牛道明 走上钻研罕见疾病这条路 看到患者为了找出难以发现的病因 求诊各科别 牛道明因此求组联合门诊 挪出一点时间来跟这些比较严重的病人 做个解释 这样父母才能比较好好照顾这些孩子 那同时有考虑到说 他要看好多课的医师 就是从出生开始照顾到现在 就像在说自己的孩子 因为罕见疾病患者得长期追踪 牛道明一路陪着长大 帮助他们克服身体状况 更当父母的心灵导师 我们有个小朋友被诊断本冬了症 妈妈哭得一塌糊涂 我们有病人表现非常好 在班上都第一名的 那你要不要跟那个妈妈联络一下 看完之后妈妈笑着回来 这也是为什么他决定成立病友会 要让他们知道抗病之路不孤单 从134年 牛道明更积极推广 发布瑞士症的新生儿筛检 即使我们这种已经看了30年的老医师 也不见得 也不见得看过这个病 你把它查出来之后 然后你还要再去找 有没有新的文献 这些病怎么治疗 那怎么样好的治疗给他们 那很多如果没有好的治疗 那我们还在想说 有没有什么研究可以继续下去 罕见疾病非典型症状 难就在于先找出病因 如何治疗也是一大挑战 追根究底 替病患找出治疗方法 就是牛道明从医的最大成就感 TVB新闻联志旧宣台北报道